那鋁箔其實在實驗室裡面是非常好用的 不只在廚房 那如果說我們不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對折 好 施成需要的大小 甚至需要的大小 或者需要再對折 然後封瓶口 封飾管等等的 它是一個非常有效 尤其像我們一般做滅菌的時候 都會拿鋁箔 來進行一些包覆 一些包覆 好 那舉個例子好了 像這個燒杯 我需要把它包起來 加以滅菌的時候 或者不一定要滅菌 只是防塵的話 像我自己喜歡用兩層的 對折 OK 就這樣子